釋迦牟尼佛 在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,有一天,一个商人走入黄赦城,想买货物。 当他走入城门的时候,被一只凶猛的牛冲上来,用角撞死了。 牛的主人恐怕这只牛以后比他更多的麻烦,因此就用最便宜的价钱急急卖给人。 牛的新主人牵着牛回家,走到半途,来到河边,想给一只牛饮水。 但这只牛不但不饮水,还忽然空性大发,又用锐利的商国将新主人撞死了。 新牛主的家人大怒,马上叫几个人合力将这只牛捆绑,然后将一只牛宰杀了,担去市场出售。 有一个农夫买了个牛头,用绳绑绑着牛角,担回家。 黄赦城是炎热的地方,农夫走到半途,又热又渴,于是将牛头挂在树枝上,就坐在树下休息。 但很奇怪,过了没多久,一群乌鸦飞过树枝之后,挂牛头的绳,无缘无故自动断了。 牛头从树枝上跌下来,牛角插正农夫的头,可怜的农夫即是一命乌夫。 一只牛在一天之内,竟然间害死了三个人。 为什么事情会那么巧合呢?真是匪夷所思。 被害死的人,两个是一只牛的主人,一个是外人。 这个消息传到贫婆梭罗王的耳中,他觉得这段因果很怪弹,其中一定有原因。 于是他就到灵袖山,礼请佛陀开示。 佛陀观察三世因果之后,就对贫婆梭罗王说:"过去有三个商人,去鄰国做生意。 为了能够多省一些劳费,他们不住旅馆,晚上是一个老妇人家借宿。 本来他们有约在先,没人要给租金。 但在第二天,这三个商人趁老妇人外出打水时,不负租金,乘机撩走。 老妇人非常愤怒,就追上去向他们索款。 但这三个商人,欺负妇人年老,身体散弱,不但不给租金, 还用污言谓语欲骂。 老妇人无可奈何,心里很傲老,很怨恨地发誓话。 你们三个无乃,欺负我年老,有约在先要给租金。 现在反唇抵赖,这种行为,以后必定有报应。 今生我虽然奈你不何,来生无论,做人、做鬼、做粗, 我一定要报仇,要杀害你们,以恃我心头之痕。 佛陀说完这段因缘,又继续说了。 在一日之中,撞死三个人那只空牛,就是那位老妇人的后世。 欺负老妇人那三个商人,就是同日被牛撞死那三个人。 各位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恩果报应,真是丝毫不爽的。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,订阅,转响。 收集点赞 订阅 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